在这边聊到玉子姐姐 说好不容易断不愉快的关系 终于可以分开一下 然后喘一口气 可是其实又有很多的地方不舍 就是说女儿跟前夫感情很好 对 而且她也有付女儿的学费 是 而且她们一直有来往 对 所以女儿也很爱她 对 真的 这个我目前还住在那个 现在住的地方也是因为考虑到 我怕她难过了 那一方面就是说 我家有养一些流浪猫流浪狗 这些问题 我要找房子也不是一时之间 可以找得到 最最比较重点的是我前夫 我有时候自己在在旁边看她这样子 我其实她也有她不错的地方 像比如说 我去工作的时候 她会帮我照顾这些流浪猫流浪狗 会帮我喂她们 遛她们 然后也帮我接送小孩 照料她的生活起居 甚至于帮忙洗衣服 这是以前她应该都不会做的 像虽然说我们这次卖房子钱 她没有留给我 但是她也有拿一些钱 说要当作小孩子的 给小孩子的学费 她也有疼爱她 这个举动其实很暖心 对 因为孩子又不是他生的 讲实在话 而且里面已经分开了 但她还是她的感情是有表现性的 你会不会因为这个女儿两个复合 不知道 我说实在以前我会嫁给我先生 也是我女儿 她好像在跟我女儿谈恋爱 不是在跟我谈恋爱 她就是都是打电话跟她聊天 她可能很传统 她对你她就讲不出什么我爱你 她是说不出来 所以她是用行动的方式 她是借由女儿转达给我 对 那当我女儿知道说 因为有一天 就是我的嫂嫂帮我接女儿回来 所以她告诉我说 你们大人的事情干嘛 跟小孩子讲些什么 我说没有 我没有告诉小孩什么 她说刚刚你女儿在车上哭得很厉害 我说 她说因为我前夫传了简讯给她说 以后我不是你爸爸了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你以后也不能再叫我爸爸了 怎么样这样 我听到我女儿哭 我自己也觉得很难过 因为这是大人的事情 对 然后连累到小孩子难过 其实我自己心里也很不舍 所以一直 其实我很没有很认真在找房子 我真的是一直在考虑到 就是 就是有一点经理在挣扎 就想说 我如果搬走了以后 她也很可怜 她 她其实现在还是很多情感 自己情感在牵绊着 那是一个亲情 因为她也不是说 坏到实在 是没有 是没有 因为我也看得出 她也有改变 只是说真的要当夫妻 真的没有办法 但是她后来也妥协了 也没有说 要求我要跟她同房怎么样 都没有 反正就是好像一个家人 这样互相照应照顾 就这样 对 其实说实在 我并没有多想到她的缺点 我也是想到有她的好处 她的优点 对 就是我的工作常常不在 她也是很帮我照顾家人 在她里面 当然没有办法做到 她这样子已经 因为她是传统的大男人 已经是算是可以的不错了 对 但是我如果有一天真的搬走 其实说实在的 不是因为她怎么样不好 那因为毕竟那个房子是她家人的 也不是她的 我也不想留后话给人家 给人家说闲话说 你们都离婚你还住在这里 那种感觉 如果有一天 现在很多离婚的夫妻其实 还是一样很和平相处 还是住在一起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搬走 讲好就好了 她现在反而比以前更就是 更不会说就发脾气怎么样 我有发现她有改变 就是离婚以后 因为角色 因为权力义务变了 对啊 因为角色变了 我想她也怕说她发了脾气 我就搬走了 我在想的 所以现在有那么多的 尊重跟客气 对 这样反而来 因为不是应当的了 对 那你未来有什么人生规划 其实我现在没有太多的想法 我原本搬来苗栗住的原因 说实在那时候是为了想创业 因为那时候因为疫情 那餐厅也没办法做了 那我搬到苗栗 她的算是她的家乡 我想说那边露营区很多 所以我就在那边跟露营区 配合做那种 露营烤肉食材火锅外送 大概经营了一年多 快两年吧 对 那后来也是因为 就是我们去露营的时候 有时候准备很多食材 对 所以就变成说 现在可以直接叫 她可以送 你那边刚好就近送到露营区 对 直接外送到 有烤肉的 还有火锅的 就是我都帮你处理好 你过完瓢盆都不用带了 过两天要去露营 我要去哪里找你 但是我现在已经没有做了 我觉得这一切的一切 好像都是一个时间点 我原本回到那里的时候 是已经跟她是分居的状态了 那为了因为 哥嫂她们餐厅没有做了 大家都回到那边去 算是避疫情 因为那时候市区的疫情 非常严重 那我们就是想说去那边 也没有工作 那时候真的都没有工作 也没有收入 然后就去那边住 想说住也都不用花钱 就在那边住 住者就觉得说 这边也可以发展一个新的事业 就有这个烤肉火锅露营 这些东西的一个想法出来了 那也刚好就做了一年多 刚好本来主要都是哥嫂在做 那后来因为嫂嫂 爸爸年纪大了 大概八十几岁了 常常生病 需要回医院复诊干嘛的 因为在宜蘭嘛 那两头要这样跑 她也都顾不到 有时候人到宜蘭了 人家打电话要叫货了 要送了 她又没办法赶回来 对变成两边都顾不到了 那后来她就是反正因为 爸爸就一个而已嘛 那还是回去顾她的亲人就对了 所以我这个事业就暂时告一个段落了 所以我这个就没有再做了 那也刚好说 对 就是因为哥嫂也搬了 那只剩下我跟我先生 我们三个人在那边生活嘛 那也刚好发生了这个 这个钱的问题这个事情 所以一切的一切 我都觉得怎么这么刚好 就在这个时间点 对 我当初回到这里也是因为 要发展事业 并不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 那可是现在哥哥嫂嫂 他们搬走了 那现在我们在这边 也刚好这钱的事情 又刚好说 他也很爽快就答应了 就这个事情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发生跟解决了 对 所以我说对未来的话 我其实 我觉得很多事情 不是想计划怎么样 都会按照计划这样做 其实计划很多 但是都永远赶不上变化 那也还好后来 这个疫情慢慢地解崩之后 这个事业也没有了 而且就遇到选举了 那是选举 我说今年的选举比往年 这几十年以来 我觉得今年的场是最多最多 接到接不完 真的 那选举完之后呢 又紧接着又去拍戏了 那拍完戏回来又还是有 就是我觉得 这都还算顺利 都还都可以了 美麦 对啊 搞不好会更好 搞不好会更好 那请教一下 简少年老师 什么生肖命格的人 兔年的运势 可以扭转乾坤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是用二零二三年的 紫微斗数逻辑 做一个天运的盘 然后看这个天运呢 跟十二生肖之间互动的关系 所以你的这个命盘上 没有这几颗星星 没有关系 因为它代表只是 在天运上来看 这些生肖受到什么影响 那我们现在看 第一个可以扭转乾坤的 这个生肖命格 是属马的同学 好 那属马同学 有什么样的好 是呢 首先属马的同学呢 在这个天运盘来看 有这个画拳星 以及天官和台府的影响 这意味着呢 属马同学 在这个兔年的时候 是可以静观加绝 在工作运上 非常非常的旺盛 尤其呢 这个画拳的部分呢 跟说话特别有关 所以呢 你会发现 你在兔年的时候 很容易说服别人 就是以往很多谈判的时候 你总是谈不过 或是跟另外一半沟通的时候 都说不过他 但是在兔年的时候不会啦 就你开口呢 别人就会很幸福 愿意追随你 所以是一个说话 有说服力 会容易升官的一年喔 好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是属龙的同学 好 首先属龙的同学比较特别 因为属龙的同学在兔年的时候 是会有这个害太岁的问题 所以特别要注意一些肠胃啊 和肝脏的状况 但是呢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兔年本身明年是水 有这个鬼在 就是鬼卯年 也就是水兔年 所以其中呢 这个属龙的同学呢 才华会大爆发 首先有一个磕在 所以你会容易出名 再来是又有仓取在 所以代表说你的这个才华呢 会很大很大的发展 但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什么 是在下半年的时候 会越趋明显 所以刚过年的时候 你会觉得 有些事好像都很慢 但其实你会发现 你之前累积的状态 慢慢慢慢的发生 到了下半年的时候呢 哇 你是大红特红 红到发指啊 所以可以抓紧这个机会呢 做一些什么 做一些像自媒体啊 或是学习一些新的才艺啊 或是兼职一些新的副业 你都会有很大的发展哦 好 接下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是最好的 非常非常羡慕 第三个是属老鼠的同学 属老鼠的同学呢 他符合了一个 紫围斗树上的一个格局 叫做明路暗路 这代表什么 代表说他明面上有赚到钱 私底下赚更多钱 而且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表面上大家看他 这次赚了一百万 其实他私底下赚了一千万 财运非常非常强旺的运势啊 然后这个财运很强旺的机会底下呢 他财路非常的多 所以以前呢 可能只有一条财路能赚钱 我告诉大家 他在整个兔年呢 是这个二四六八十算的 双数往上的财路啊 而且是明面可能已经有了四条 这个暗面再有六条 总共有十条财路 大发特发 那原因就是因为啊 他除了有钱以外 他还有名 有权利 所以所有好事呢 都像是忽然间 从天掉下来一样 给让鼠老鼠的同学 兔年非常吉利啦 现在可以改生肖吗 改不了 改不了 因为不愿意 要大一岁 我们已经够大了 还再大一鼠 不只啦 鼠鼠大很多耶 鼠大 小的多一点 可以往小的去啊 往小的去 对 年轻人你在迷惘吗 听我一句话 少奋斗三十年 让老师帮你持点迷津 从场平足变成人生胜利主 跟着心向趋吉必凶 让我为你面对面算命 年轻的朋友 想让命迷好好玩的大师帮你算命吗 详情请上 点书官方粉丝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